河南特大暴雨仍在持续 一面是国内媒体频频传来各方支援 大爱团结的暖心报道 一面却是外国媒体 针对我国此次灾情的不实新闻 与恶意抨击 试图毁掉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据观察者网信 7月24日有微博用户发布两段视频 一名外媒记者与陪同人员一起 试图在刚刚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后的郑州进行采访 却遭到郑州正义民众的抗议和阻拦 观察者网查证后得知 这名外国记者是德国之声 驻北京记者马迪亚斯·比林格 在这名微博用户发布的两段视频中 有围观群众试图向比林格解释民众生气的原因 有民众用娴熟的英语 向比林格解释BBC记者制造假新闻 还有民众正义发声 你报道可以 要真实 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好的看法 不要攻击我们 而在围观的人群中 不乏试图平息事端的友好民众 不仅努力稳定现场民众的情绪 以防留下外媒抹黑我国民众形象的把柄 甚至还有善地想带比林格去看看真实情况 但比林格并不领情 只是一直抓着围观群众言语中 容易被误解的字眼反复追问 事实上比林格的形象确实令人反感 在德国之声24日发布的新闻短片中 他神社局促 却依旧不忘抹黑中国 甚至在25日他不知悔改 在推特上将围观群众称为愤怒的暴徒 纵观他的推特多有转发 撰写抹黑中国新疆和香港事务的推文 不过YouTube被平台下方 很多公众的网友批评 这段采访不公正 一名网友发声 现在说政府还没有公布死亡人数是不公平的 因为灾情还没有结束 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营救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重点是救援 要投入尽可能多的资源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站在街上看着别人挣扎质问别人 然而事实上 本次河南灾情中 报道有失偏颇的并不只有德国之声一家 就在21日 BBC中文网在推特上发布了 关于郑州暴雨的新闻中刻意点出 郑州曾投入逾500亿元人民币建设海绵城市 并阴阳怪气地说 一场暴雨似乎打破了这个神话 而7月22日 BBC记者还造谣称 地铁上的乘客被扔在站台上等死 此言论遭到诸多海内外网友的打脸狂喷 我就在郑州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没有任何人被丢在地铁上等死 不要刻意抹黑郑国 且用事实说出郑州水灾的真相 显然 在我国举国上下全力救援郑州时 外媒如此恶意扭曲事实 对我国灾情进行不实报道 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愤怒 外媒失去了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的素养 失去了最基本的公众性 对自身的反华心理不加掩饰 这样的恶意实在令人不耻